好 那動作的最基本其實就是 根據每個動作的知識長相去看他的 動起來的感覺 好 那其實一個運動就是像這樣子 其實那你看到綠色的主線 紅色主線是類似的 然後 走路的時候 我把這個放大一點 沒有不用放大 你看一下肩膀 骨盤 就當你一隻腳 落地的時候 骨盤會被頂起來 那這個脊椎為了平衡 肩膀會往這邊斜 所以你的骨盤會有這個運動 然後 另外一邊 這樣看 好 你的屁股會這樣子晃喔 重心會左右左右 肩膀也會這樣傾斜 然後骨盤會也是這樣傾斜 但是它是 膠就是相對的方向 好 然後 肩膀會前後前後骨盆一樣也有前後前後一樣 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 所以從 整體來講 你的脊椎不斷的在做一個扭轉 不斷在做一個扭轉的表現 不過在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形態上不會做到這個部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採用的是這一個 好 注意一下 這張圖跟這張圖 這個是日式的 這是日式的 日式的跟美式的 這一個基本的走路動作上有一個落差點 日式的他把這個地方認為是身體的最高點 嗯 縮小 這個 這個姿勢的時候他認為這裡是身體的最高點 這個是 日式的走法 這個 哎 美式的走法 美式的走法 那個 腳往前 過去的那一步是最高點 有沒有發現差異 這一個日式在這裡是最高點 美式認為這裡是最高點 然後呢 日式的最低點是 這裡 兩腳同時落地的時間 他認為這裡是最低點 美式認為的最低點是 落地以後的下一格 有個down 啊 那 這兩個走起來的差異就是 美式的走路會很明顯的 起伏 那個 就是會有很明顯的這樣軟 彈起來 軟下去彈起來 那個 擠壓跟伸展會做的非常的明顯 啊 那 呃 沒有說哪一種一定比較好 純粹是你想要的風格感覺的差異 好 所以 呃 我們這個 從這個練習來開始 用比較誇張的 製作想法 好 好 那我所需要看到的是 這個 是 是 這個 是 被我搬到哪裡去了 那個小小的在這 他先過來 他再過來啊不行 這個這個預設這個永遠在那邊 好沒關係因為我現在要看的是這樣子 然後我習慣了做的方向是right 他不視窗 縫的視窗OK 好那放好位置 圖放在這沒關係 好因為 夠我們我主要在這邊了 所以只要夠 可以操作就可以了 好 那然後有一些 會暫時我們不需要用的可以先隱藏 好就是像這個 為什麼我點一下就抖一下 什麼東西 先收起來乾脆隱藏 那個這根bar現在完全不會用到先藏起來免得他很討厭 好所以這個暫時不會用到 HIGH SELECT 這個呢目前不會用到 HIGH SELECT其實我們只要看這樣就可以操作 好所以其實在這個狀態 AUTO KEY那個到 運動控制面板 不要在FIG MODE 不要在FIG MODE 因為FIG MODE就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那先選腳 AUTO KEY打開 KEYINFO打開 然後先釘SLIDING KEY 兩腳先釘 黃色的SLIDING KEY 好 黃色的SLIDING KEY 選到 位移 把身體往下壓 等一下我的KEY是不是射錯引格了 果然 要注意一下第一個 好 然後選到這個 把身體往下壓 好 然後先調出第一個姿勢 先調出第一個姿勢 呃 右腳走出第一步左腳向後 好 然後ROTATE 好 那腳 腳尖會離地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原始的MODEL跟我的 BIPED的關節沒對準 好所以這個部分先暫時 不用理會它 好 那這個要轉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囉 好 那這個要轉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囉 那這個要轉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囉 就要打開IK的面板 SELECT PIVOT 或者按這個旁邊按鈕比較方便了 或者按這個旁邊按鈕比較方便了 換到腳跟 好 那 呃因為我們這個是比較卡通型的角色 你就讓它走路的時候誇張一點吧 好 就讓它走的時候誇張一點 好 好所以這是它的 呃第一步 好就是做成這個樣子 我看一下腳跟有點離地 再下來一點點 好 那 這就是第一個 Animation的部分